先请志强怎么看 志强发表了一个脸书 我看有一个 来来请说 请志强先说 其实蛮无奈的啦 我觉得道理是很清楚 但是这个世界已经也不太讲道理 你说小S 小S就是台湾人啊 台湾人帮台湾选手加油 到底有什么问题 大陆人也帮大陆选手加油啊 对不对 虽然比方说举个例子 像林云炉啊 郑宜靖 他们在训练过程当中 其实也得到大陆的帮助啊 我们也很谢谢大陆啊 对不对 但是林云炉对到樊正东的时候 请问在台湾的人 你会希望谁赢呢 当然希望林云炉赢啊 对 对啊 带志强对上陈宇飞 对不对 我心里整个跳出来都试试起来 哇看到他落后落后 就会觉得心脏要跳出来 我当然希望带志强啊 可是我会否定陈宇飞的表现吗 不会啊 他那个防守跟他的金战的球技 他打了这个冠军 我觉得金牌 我觉得是令人尊敬的 这就是道理 那你讲国守 我们是中华民国 我们的选手不是中华民国 国守是什么守呢 所以当这件事情被无限上刚刚到说 你今天说国守 你帮台湾的那个选手加油 你就变成台独的话 那我真的说你是要把台湾 大概99.999%的人都逼成台独 都逼走了 对 都逼成台独了 这就是关键 对好 可是问题其实到底就怎么清楚 也没那么复杂哦 没有多高高深复杂的学问哦 但是还是发生了啊 嗯 为什么 因为我刚才两岸线的仇恨 真的是 那这仇恨就由来已久 到最后就是因为某种程度 很多人就觉得说我干嘛跟你讲道理 为什么 为什么要跟你讲道理 因为你也不讲道理啊 很多事情发生以后就像说 今天河南雨灾 对不对 我们人道精神应该是要表达 至少你要去观亲他 然后你要去祝福他 那有人捐钱你也觉得说是敬佩他嘛 对不对 我没办法我没空没钱捐就算了 对不对 那我捐钱呢 我今天还是敬佩他 可是在台湾 你河南的雨灾 对不对 这么重大的创伤 去捐钱的人要被骂成王八蛋 你觉得有道理吗 嗯 没有道理啊 所以没有道理是相互堆积的 所以堆积到现在就变成是一个 我根本就不跟你讲道理 反正什么事情 我今天不爽我就开始弄 那两岸的困境 其实完全就在小意思身上显现了 是 完全啦 完全而且呢 特别呢 因为他是小S 对 他很难得的 真的 他很难得的在这个两岸之间呢 他那个很受到大家的欢迎 而且呢 小S的立场呢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就说他没有在有关于 两岸问题的大师大飞上面呢 有任何呢 曾经呢 去什么 什么彩虹线啦 什么台独的这个问题啦 有曾经有任何什么不当 通通都没有 他只不过就是因为今天说了是国手 对 就是国手 然后就被这样子攻击 我觉得乃婧不只是国手啦 我觉得很可惜耶 不只是国手啦 第一个就是说呢这个 呃 我们赢了金牌大陆就很不爽了 很多网友就很不爽 你看他们自己骂他们自己 你看他们网路上骂他们自己的选手 骂多难听啊 那我们的话 输的都安慰我们的选手 说没有关系 表现很好 在界在地 大陆网友是很严苛的啊 严苛但有利有弊啦 就是他可能对他的选手 压力很大了 输的就本来就不爽啊 那国手只是借题发挥了 我是其中一个原因 但是不是全部因为 国手的国 就基本上就是说 第一个我认为他输的就不爽 然后呢你还替台湾的选手加油 还撑他国手一连钻就不爽 那这些产品就很担心消费者嘛 就担心 我做个广告 我只希望大家都说我好 我干嘛是有人说我不好呢 可是从人家回头看 这些公司为什么要找小S代言呢 就是他很有趣啊 他有人喜欢啊 他会不会因为他支持了我们的国手 因此就大陆的消费者通通不喜欢他 我认为也不会 就一部分 但这一部分就给这个产品 很大的压力 就是这样 这些艺人是很辛苦的啦 讲到这个 台湾人不爽 讲到那个大陆人不爽 那经常的两边又要你表态 所以好不好 我艺人我不表态总可以 让人表态是很辛苦的 你非要表态不可 我不表态不行吗 不表态不行 你非表态不可 就很麻烦 是 来 辉文 这个小S的部分 它是一个个案 大家不要把网通案去看 大陆有14亿的人口 但是大陆最大的那个网络 叫做帝霸 就是皇帝的第九 八的霸 那个帝霸也才几千万人而已 你看几千万人不得了 可是他连一亿都不到 所以如果你看那个水军 五毛 自干五小粉 就是所谓的大陆翻墙那些网络 能够代表大陆的同胞吗 当然不可以啊 你们才几千万人而已 大陆的十几亿人啊 你们代表什么 所以不要被他们给影响 Yahoo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